诗篇第十五篇 安居圣山者的资格 大卫的诗 耶和华啊 谁能住在你的圣所 谁能安居在你的圣山 就是品行纯权 做事公正 说话诚实的人 他不说毁谤的话 不恶待邻人 不造谣声势 他必是恶人 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起了事 即使吃亏也不备事 他不放债取利 也不受惠去坑害无辜 这样的人 必永远尖利不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